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最研堂 這次很開心的車輪兩位嘉賓 是來自香港電動車協會創辦人和副會長 Cyrus和Lucas 歡迎兩位 你好 因為現在很多朋友都開始用這個電動車 越來越普及 但當然電動車內也有相關問題出現 加上最近有政府稅務上的調整 令到這個題目原先以香港是正確的 加上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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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人對電動車的概念 就是想起Tesla 又或者有不同意外等等 太多問題了 請兩位來講一下 亦講一下電動車的生意 作為創意的朋友 在這一行的發展會是怎樣的 首先問一下 我知道兩位是協會的重要人物 經常有很多會員和你們分享很多很有趣的問題 可不可以來講一下 現在很多時候的車主有什麼問題 是我們搬 正常車內的比較少民的問題 充電 很新的概念 在香港 電動車在香港是2014年 我做過第一批車主 當時充電站很少 沒有位置 而且速度很慢 不穩定 這就是一直以來我們會見到的問題 是 在這幾年香港的電動車發展很快 設施上是有改善的 但是我們見到很大的進步空間 因為很大部分市民都是駕駛電油車 或者賣油車 他們未必會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這是充電位 而不是泊車位 拍了之後我們又差不多 這個我們暫時是見到最多會員投訴的問題 之一 因為比起油站入油 是入完就即走 但是他會覺得停車場過都是位 我不會很留意這個是充電站 我只要知道這個是泊車的位 對於我們這班車主來說 這個就是車要去補充能量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見到一個很困擾的問題之一 所以你也是車主的背景 所以創辦了這個協會 幫其他人客 其中一部份會不會都是這樣的原因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之一 因為協載普及 令到大眾市民 即使車主要接受這件事 令到這件事可以在香港運行到 其實對於不是車主市民的一個好處 空氣好了 或者是塞車的時候沒有那麼臭空氣 其實對整個城市是一個好處 我們是推動這個綠色的運輸 推動它令到社區變得更加好 其實是整個香港所有的市民 都是有一個利益在這裏 是大家都有好處 所以我們很努力去令到所有人明白 但電動車是一個很值得推廣的事 即是都關你和我事的 那Lutis 你是否只是車主呢 我也是 都是開了Tesla一段時間 才開始覺得 這件事真的要教一下大家 普及一下大家的知識 因為以前塞車或者行路 或者停車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哎呀 我的車不斷噴煙 即是 即是 搞到大家很不舒服 然後駕駛電動車之後 發覺 即使你走過 或者有部車停在你旁邊 其實都不會說很熱 又不會覺得很臭 然後你會覺得 空氣好 路邊空氣好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在那裏 你電動車 整個電出來 你不知道你自己排放了多少 你發電廠的煙通 你不知道排放了多少 其實這個有段時間爭 爭不完的 但是你那裏 你真的感覺到路邊空氣是好 所以我覺得這些 普及一下大家 教一下大家 怎樣去接受這些新的運輸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事 所以就加入了一起去做 還有這件事沒有辦法的 世界正在轉 這個似乎都是大趨勢 只是這個成熟程度 都未去到最快 但都要多謝你們 可以做到剛才的 剛才說過 很多車主都是對電的問題 都有一些疑話好 很難處理 我也知道你們兩位 所以就有一間公司 是處理電的 關於電動車 可以介紹一下 可以介紹一下我們的業務 我們除了要協會之外 我們有一個叫OneCharge的公司 成立的目的就是 推廣充電 亦都令充電普及 我們有一連串的系統和平台 可以方便到現在的車主 進行充電 亦都令到充電更加有效率 例如我會收集很多數據 我會有很多資料 可以預先告訴你 這個時間原來通常很多人充電 你會不會考慮去別處充電 又或者我即時告訴你 這裡有位還是沒有位 如果你現在要的 我可以預留給你 你可以立即去充電 又可以 又或者在停車場裡 或者有限的電力資源之下 例如只能容納三個充電 但我會不會安裝到五個位 或六個位 可能大家可以預算的 例如我會停車場八個小時 我會給你一個慢一點的速度 但是你剛剛夠時間的時候 可以充電滿輛車給你 其實這是一個很多很多智能的方案 是帶大家去把數據提供給公司 然後分配給大家 令到大家可以不用很辛苦 但很輕鬆地停車在這裡 就可以完成它的充電 完成它每一天去行程所需的電量 這就是我們成立公司其中一個目的 因為對於有些朋友 如果女生好像我這樣 對於很多機器 電 所有的東西 對於一塊煙的時間裡面 有些簡化一點的方法 甚至乎一定是很多智能的 就是想到 可能在廣廳新聞都多了 可能就這樣有個位置可以充電 但有沒有有人阻礙 又或者會不會快一點等等的事情 就是正正你們可以 這個on top of service 可以幫到未來將來更加普及的 如果電動車多的時間裡面 大家應該可能用手機 應該可以看到 可以檢查到這裏可能滿 這裏可能未必剛好去 我去其他地方 或者我看看我的車 會不會差不多 很辣才拿回車 我相信這樣一個service 我相信都可以幫到其他人 是啊 因為我們開開車之後 發覺現在開車充電是碰運氣的 你可能開到沒有電的 可能只剩下1% 你再多走兩步 你的車就停在這裡要推車 怎麼辦 叫人推車 或者找拖車 其實有很多案例 每天都會看到一些拖車 拖著Tesla 去科學員充電 科學員在一個救急的地方 因為科學員不需要入停車場 戶外 又不用停車錢 所以那些車死在路上 就拖他去 現在很多情況 我充電都見過很多 因為有很多車主 沒有好習慣電車 我看到很多針 要推上板 然後去充電站 充電 才可以救回車 因為傳統車是沒有這個情況的 是有的 拿著針去遊站 是 但是你為什麼遊站多些 或者你任何一個人幫忙都知道 我立刻會去遊站 這是基本的common sense 但是當你是電動車 我去哪裡 因為遊站 你可以拿著一個遊站 但是你沒有電 你不要捧著電去車 不行 所以最理想的環境就是 越多充電站越好 你知道你很多碎片時間 你去購物 吃飯 買東西 你一拍下去 馬上就充電 那你就可以充電到一半路程 不是說充電到回家的路程 充電手機 是的 你已經可以救回家 或者去到哪裡可以繼續充電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數據 比如香港這家的 真的給電動車可以充電的地方 大約多少度 或者對比所有的遊站的數目 簡單一點 那其實那個比例上會是怎樣 現在電動車是怎樣 大概是 如果你計公眾 其實一輛車分不到一個公眾充電站 那香港有千幾個 包括有千五輛 但是真正的快充 只是佔10%左右 那大部分都是 13A的OLED 13A的OLED 就是在家裡插的插數 那其實在充電上 不是很理想的 一個小時只可以差8至10公里 是 但是我一輛車原來可以走200 或者300 那你除了一條數 原來一輛車要差20幾 要30個小時 其實是一個很實際的數字 所以這個也是急需要改善的問題 還有就是剛才說的 離去碎片時間 我們應該好好利用它 我們想盡量做到 就是 charge as you go 即是你去到那個地方 就可以充電 其實你會節省多時間 Tesla那些人有Supercharger 好像很理想 一個小時 但是我要坐一輛車一小時 那如果我可以做到 你去商場 我去一個地方 你插了下去 就能充電 可能連這一個小時 也不用浪費 那這個會不會理想很多呢 那我也想知道 這家其實Tesla 據聞它那個插頭 只是給自己的車 即是一個自私車頭 那其他人 可能其他品牌子 那個插頭更少的數目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會再少很多 因為大部份的快速充電站 除了Tesla之外 就是兩間電力公司安裝的 那如果兩間電力公司安裝的 充電站的數目是不多的 一個location 最多只會有1至2個outlet 那如果你說 雖然電動車裡 八成是Tesla 但是Tesla 亦都可以用電力公司的充電站 那電商呢 就搶了其他車的可能性 不能說搶了它 而是佔用的時間 概率會很高 令到其他品牌子 充電的困難是高了 那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嗯 那我想問 現在真正正正 譬如有些車主 他們現在的生活會是怎樣 經常會沒有電 因為就不夠車頭 所以要拖車 即是他們竟然這麼少 就只差了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的原因 其實所以令到香港的電動車 車主的數目 都不會提升得很快 這是一個短暫的陣痛 通常為什麼會拖呢 就是剛剛買車沒多久 啊 不熟路 不知道要怎麼充電 或者概念是 哎 13A這麼慢 不充電了 誰知道原來一不充電 就不夠了 很怕你拖車 是啊 其實經過我們一年的教育 其實有很多車主 開始慢慢習慣 嗯 充電的想法 怎樣去做 例如充電了多少 就開始要注意 或者是你去哪些充電站 去按你的需要 例如你上班一天 你是不是真的要收到很快的充電站 來退車 你讓回位給人 如果派到快充電 不走 如果沒有電的話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育 其實很多很多早期的車主 或者是去年的車主 已經開始是習慣了 即是認識了 認識了 是的 運作開始這一兩年 暢順了很多 也都你會見到 年頭加歲之前 其實很多車主都去買 是 我相信這個就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現在這一刻 我們做了很多就是 要教育這一班車主 是 因為這一班車主 很多都沒有認識的 哦 所以怎樣去協會形式教育一下 我想知道現在大約 其他電動車向香港 路面行走當中 呃 現在其實 只是TESA都已經過萬了 嗯 一萬一千多 那另外 on top這個數 還有兩成其他車來的 嗯 那 主要是其他品牌 包括早期的日產 又福士 又保馬 那 不過為數 可能你會見到沒有那麼多 因為 大部分 都是TESA 其實因為香港 其他電動車的里程不夠 嗯 只有百多 剛剛可能會出了一個新的EG 有300 星車有300 可能就有200多 那 我想會其他品牌的電動車 開始都會慢慢多 但是目前來說 這一年來我想主流都是TESA 嗯 那我想問這個情況 就是車都多了一點 會不會現在充頭是不夠供應的 有沒有這個成長 現在 現在 因為 很多時候排隊 譬如說 其實呢 背後很複雜的 因為呢 充電大家習慣了不需要不付錢 那 大家不付充電錢之後 可能連停車場錢都會欠了 是 那科學員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會看到一個 其他地方 可能世界上其他地方 不少數 看到的情況 就是排隊 它可以最高峰的時候 可能排到12部車 哇 就是 可能要排 最後那部車要排2個小時 才可以充電 但是你充電一次 它是快充電的 是 它一架車會用多久的時間 三百公里左右 但是這樣就充電可能過半小時 對 過半小時 那後面等都很久 對 因為它六部位 可能六部車進去 然後充電一個小時 出來了 第二 第六部車進去 它司機就在裡面等 因為它要隨時 趁前趁後 對 以前 現在好 以前 那部車的車主 可能充電 充電 出去喝杯咖啡 正常 當然這麼想 然後走一走 可能自己忘記了 然後放一部車 可能放了兩個小時 那這樣就阻礙後面的人 對 Tesla就想了一個 懲罰性措施 對 如果充電了不離開 就一分鐘收3.1 哦 那一個小時就186元 挺好的 所以現在那些人 一充電就離開 或者 有些人中間好笑 Tesla怎樣知道你是充滿未離開呢 就是看你那個插頭 還是不是插在那部車上 OK 有些人就走過去 拔了插頭 走了 那部車仍然放在那裡 那Tesla就不會收他錢的了 對 但是你會影響其他人的嘛 有些人 我們都會看到很多這些人 都想教導他們 其實 電動車不同入油 是 因為你插一插電 可能是一兩個小時 三十個小時的事 那入油 可能一入油 就走了 可以 電動車 需要這個位置 是很需要的 是公民意識的 對 因為你影響下一個人 對 原來當然有多多車 沒有電要拖車 對 因為我們現在的生活 就是去商場 插電 是快充來的 是 就插進去 然後就離開 然後你的手機還會告訴你 三十分鐘四十分鐘 你就差不多要回去 然後就上去 動車 然後就下去 這個來回 就是它的車 變成了 生活的習慣 我很習慣 還有你們就是看中這個痛點 創業去做一個 關於電動車的電 一個這樣的公司 剛才你說過 現在說了少許業務 就是原來可以有些智能的東西 通知這個車主 讓他們可以 不要拉低了 就算 還有這個空間 其實在市場上 其實多不多人看中這件事 都不是 這件事的發展會是怎樣 分享一下 很多人想 踩進來 其實就是 但是 有很多人是沒有 沒有這個經驗的 他們覺得就是 噢 充電就給你電 你要充機 不給你充機 那所有東西都是 離線的 沒有亂的 或者它是一個插頭 那我駕駛的 我可以碰運氣 例如停一場只有三個位 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人用 那我入了閘之後 沒得充 那我走 還是拍在這裡呢 如果我拍在這裡 那我差不多 但我走 就時了一個小時 那這個 其實 很不人性化 那變相 我買電動車之前 我會不會真的想想 其實柴油車 只有五毫一公里 為什麼 我要買電動車 那其實 我們就想 避免這些事情發生 是令到人覺得 其實電動車 不是電動車 好像插電話一樣 嗯 回到辦公室 想充電就充電 回到家想充電就充電 其實是 輕鬆很多的 我們的目標就是 令到這件事變得很輕鬆 是啊 因為剛才在我講的時候 你腦裡已經想到 平時有半手機的充電 就是在商場 都不斷沒有電 就問他充電的充電 然後就可以吃著飯 然後就還給他 那別人的理念也是類似的情況 可以這麼說 就是 我們盡量令到這件事很簡單 不需要說 我研究這裡沒有位 哎呀 我原來要等五輛 但等五輛可能我已經吃完飯 走了 但我不夠電回家 那怎麼辦呢 有了 這些科技的方案 其實就是令到 由本身很不方便 變成一件事 終於可以做得到的一個過程 我想其實是再久一點 時間的推移 成本降低 可能是可以做到 每一個停車場的位 都做到充電 我到時候最理想的目標就是 我不論是哪種類的車 你派進去就可以了 很理想 世界中的更加美好 而且真的 當你方便了充電 那些車主就更加大 有人去轉車 是的 環境就更加好些 至少在街上 你就不會聞到很多 不應該聞氣 或者是 煙 整件事真的差了很多 只不過如果你未解決到電的問題 就很多拖車 因為現在很多新車主 未加稅之前 很多人都想轉電動車 但後來跟他們談完之後 他們說 其實我家樓下沒有充電 附近都沒有充電 那我轉來 有什麼意思呢 轉來 然後我又沒有辦法去充電 所以其實這個 你要先做好充電設施 才能吸引到別人去換這個電動車 嗯 其實很多外國很多國家 大陸 歐洲 美國那些 他們已經set up 了一個時間表 去到2020或者2030 他們已經停止入口汽油車 又或者他們一定在這個年底 這個年期之內 要建造幾百萬的充電設施 來吸引多些人去轉電動車 嗯 香港政府有沒有這樣的時間表 香港 講過一下 講過一下 對 那怎麼辦呢 因為說實際 你有這個產品 這個服務 就是 有一個基本充電的插手 我先當成一塊東西 Adapter 在前面放進去之後 車主可以檢查到車 或者檢查到有沒有電 這個情況 但你首先要有充電 其實那塊東西 外形就像一個 喇叭音箱 是 就放在牆上 是 其實裏面有很多電子板 做很多事情 譬如說 之前聽說過 車爆炸 充電器爆炸 其實這個是安全性問題 是 每一個充電這部機 要跟車溝通 即是車會跟車說 你要多少電 我給多少電 車會說 我飽了 我停 他就說 減低電 這個溝通很重要 如果溝通一斷了 又或者中間有什麼失靈的時候 他們繼續給電下去 就會撞爆了電池 就會撞爆這部車的電 就會發生著火 或者什麼過熱的危險 所以我們這裡 其實我們都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 這一部分 就是怎樣去跟車溝通 因為你不只跟一間車廠溝通 你要跟很多車廠的車溝通 所以這裡是一個技術的困難 的方面 嗯嗯嗯 但是 剛才都說了 你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這樣的技術在這裡 但是 是不可以普通 將一個普通 我們平時的家裡充電的頭 是幫到一個車 就是叫做充電 還是 因為你這個技術 都可以將普通的 充電的頭 都可以幫助這部車充電呢 其實你講插頭 為什麼會看到 有些人可以插過插蘇都充電 其實它的東西中間 都是有一個東西在這裡 不過只是一個微型版的東西 無論如何 由插蘇到車中間 一定有一群的線路板 去跟車溝通 決定放電給它 給它 給它一輛車 車跟你說 我現在充滿了 我要不要你的電 或者是 這個線路的連接是否安全 其實中間 都是有一個安全保護的線路在這裡 只不過 有些是裝在牆上 已經 會直接做完所有的東西 你照著一條線路 都可以 一是普通的插蘇 其實就是一個 電子板 扔在一條線中間 去做這個安全保護機制 而我們這間公司 去做的所有產品 我們是 嚴格去遵從一些ISO的標準 當然要 爆車的嘛 不說哪間 市面上有很多是不符合的 嗯 因為我們之前和一些 我們有一個團隊幫助我們 我們都需要人家協助一下 你這個不是容易的事 他們有太多 對 因為他們是 很有經驗 做了很久的充電設施 我們和他們一起合作 我們之前帶他們 在香港 遊走一下充電器 我們發現到 原來有些機器 你把一條線 然後這部車 脫了線後 其實原來還在給電 這條線上還有電 你一摸下去 其實是有危險的 對 這個我們看到之後 覺得很驚訝 啊 因為其實香港沒有要求 你們 某個產品 要遵循什麼的 法例上 沒有支援到這個位置 對 因為充電機 可能它沒有說 你只不過是普通電器產品 你只要安全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跟著 某一個汽車充電的安全標準去做 沒有這樣的法規規定 但是很有問題 可能什麼時候會留意 電死人的時候就會 可能是 但是很大件事 但是可能他覺得 因為很多人都不會說 我就是這樣到 因為可能他知道 有電的 但有意外 有時候很難說 假設你家居很普通的電 你都有不同的安全事 試一碰到 某些東西就會跳Fuse 但是這些是未成熟到 去這樣保護一些現外發生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們都見到這件事 產品的質素就是很參差 我們就嘗試去做一些安全的產品 去吸引這個市場 甚至其他想買這些產品的人 就是 我們的標榜是安全可靠 以及符合國際標準 我們可以確保那個場地是安全的 尤其是公眾停車場 如果你是走過電死這個人 那怎麼辦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是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做一些很安全的產品 令到一些在用 一些不安全的產品 轉過來 或者是考慮去安裝的人 做我們的產品 嗯嗯嗯 因為這個牽涉公眾安全 似乎不是你自一輛車這麼簡單 而是會影響到人 你未去到路面的情況 已經拆掉了你現在出事了 那我想問 其實剛才你說過 你們都會令一些產品 比較安全一些 就是比較可靠一些 那現在在你們這個生意 跟香港的停車場 或者差距地方談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一些難處 容不容易去叫他們裝呢 其實香港充電發展 最大的困難在業主身上 嗯 尤其是是業主立案法 又或者是業主委員會 那些就已經在屋苑裡面了 因為其實香港的業權複雜 例如商場 是針板樓來的 商場 樓 停車場呢 就是一個 是 然後業權就是混合了 嗯 可能我做任何的加改 我都需要通過住宅改派的 業權的部分 同意我才去安裝 但是業權很多 是的 然後很多車主說 神經病的你們 只有10%開 但我要分錢 我要分一塊錢出來 我給出去 裝的 為什麼 不會 這樣 或者是 這條電線會經過我這裡的 你不買一億的公眾保險 我不會給你裝的 這個是最大的困難 他會覺得 我不會用 我不認為我要承擔風險 我不認為我要拿錢出來 這個反而是比技術上更加困難 牽涉到人就很難搞 那我想問 有些是成功可以裝到的 是 維素裝不多 還有為什麼他們肯裝 其實 其實 你看到就是說 如果通常肯 都是一系列的 例如 同一個發展商 他肯裝 但是有些發展商是整個系列都幾乎裝不到 因為 那個業管公司第一是 那個發展商控制了 如果公司取代不可以 基本上都不可以 是 頭不採你就採不到你的 整個系列就不會出現充電器 但是 很有趣的 那裡其實有業主是有電動車的 他頭痛的 但是 因為他業權佔一個很少的部分 那 裝到的 就是比較開通的地震公司 或者一些會標榜還保的地震公司 OK 那些就會容易很多 開業燈的情況 就會比較高 但是當然要看 就是 那個停車場裡面 本身 預先安裝的電力夠不夠 如果不夠 就可能要試過多些東西了 要找電力公司幫忙拉電 那那個成本是哪個攤環 那去到這麼複雜的時候 又有機會有阻力 嗯 那即是舊的有陪伴 新的樓盤是否好一點呢 好一點 因為政府是已經在法例上寫了 是需要提供一個預留的線路去安裝這個充電袖 那那個會相對比較容易一些 就是你們的生意可以繼續 記住 一定有的 因為有新樓盤 會簡單一點 因為可能當時那個方便 就是因為它的線已經去到你的充電位 嗯 你只不過是開了盒 那你就可以安裝你的機器 嗯 但是現在可能是要 不知道去機房裡 拉一條很長的電纜 拉到某個位置 可能10部或者20部 嗯 因為有些地產商它肯安裝 但是它不想你的業主 一個一個去安裝 一個一個車位去安裝 它怕你的線路走得很亂呢 它想統一管理 就是可能一次過安裝15部 20部這樣 但是其實不是那麼多業主 願意 我都不會開電動車 或者我未來幾年都不會開電動車 我為什麼要裝一部這樣的東西 又要安裝費 又要維護 他們就會有這個困難 嗯嗯嗯 因為新的樓盤 即是說 政府都已經有一條條例處理了 舊的樓上面 政府沒有特別的事情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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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有稅啊 或者可能是sponsor 只是跟電力公司說 你們去協助他們 這樣 只是說一句而已 是的 因為法例上沒有規管 業主罵案發團 或業主委員會是不可以阻撓 嗯 因為其實它不一定是阻撓 它只是用各種行政手段 或者原因去跟你說 這個是不適合的 嗯 這個是不可以的 因為 例如我們不夠電 嗯 例如安全問題 或者例如 它會說 太多業主反對 其實是各種手段去阻撓你 所以政府如果沒有立例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很難處理的問題 嗯 這個短期裏面 都未必搞到這一番 那我想說 除了商場或者有樓的地方 這些很多業權要處理 是比較難搞的 有沒有其他公眾的地方 甚至乎 譬如科學員這些 變成公眾的地方 那方便些 因為有沒有開發這些 這些點可以給人 如果真的有電動車的話 可以在外面 都可以充電 室內 其實協會 有跟銀保署聊天 嗯 不如你們考慮一下 在街錶裝 但他們是轉單了 原因呢 他說錶位沒有電 嗯 也都 好像你已經很小 電可以處理錶 對 有些 路錶是沒有電的 是行電池的 我知道 但是 技術上是否做不到呢 我們協會就不認為 是的 因為在歐洲已經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是 這個就是 可能是政府行政的問題 對 剛剛轉了政府 不知道會不會好些 但多些說一下 今天剛剛 蕭公子 不在香港 如果不是他 我會督促他 跟政府反應一下這件事 真的 因為 剛才說到外國 其實整件事是很普遍的 因為他們要走綠色的情況 可不可以說一下 譬如世界上 有什麼地方 國家已經是整個城市 已經可以整個城市 已經有好配合 甚至乎 差不多很多車都轉了 是電動車 是不是 丹麥 丹麥和挪威 丹麥是香港的翻版 這個故事也挺有趣的 看看 看看 丹麥很支持電動車的 是 但是 他們早年就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 他們覺得電動車在丹麥已經有二十幾%的市佔 他們決定 取消了免稅 變回和保護車一樣 結果 就告訴我們 取消了之後 銷售是零的 跟香港印證了 今天 免稅也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 丹麥政府的 資材能改 很快又轉回了 是的 將免稅繼續延續 這幾年 銷售就回轉回 我不知道 香港 全能的政府 會不會 考慮一下 值得留意的是 丹麥有二十幾%的電動車 他才剪輪 但是 香港只有一個%的電動車 他就剪輪了 真的不知道要怎樣搞 赵公子 你自己搞一下 哈哈 另外一些歐洲城市 挪威 挪威也是很好的 有十幾%的佔有率 但是 他做了一個很明智的選擇 繼續免稅 也幫到電動車普及的 很大部分 是的 誘因是很好的 但是 為何政府 剛才說過丹麥那些 或者香港 為何無論如何剪輯了稅 丹麥就是25% 我想他可能已經覺得是 四分之一 可能已經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 想著可能剪輯了 你也是跌一些 不會是零的 但是 25%還是1% 25%我覺得是可以試的 是的 失敗了 他肯還原 這個是OK的 大家還是試 試而已 外國很多事情都肯嘗試 為什麼一向都是 錯而能改 我會很流行的 那種方法 我也是這樣 試一下 不行我再轉個方案再做 香港就1% 他覺得很成功 但是其實 塞油車是1% 但是他剛剛 剪輯了電動車 才剪輯了 為什麼呢 我們想不明白 然後 汽油車為什麼要留下呢 我們真的有很多猜測 究竟網上 你們自己有什麼想法 或者對於政府來說 有什麼利益呢 我們協會一天都有移民的政府 在不同的電台節目 我們也有講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拿1%的人開刀呢 如果香港車太多 會不會是其他的私家車 其他種類燃油的車輛 上面去處理呢 例如加排費 加保險的保額 另外保費會比較貴 另外會不會有一些限制出車的手段 例如每個人只登記一架普通燃油的私家車 不能一個人買很多車 那會不會是間接去減少路面的車輛數字 逐步淘汰新車 例如又或者是超過20年的私家車 就不考慮逐牌了 都像新樓盤一樣 有些東西會限制了新的安排 要用電動車等等的事情 當然政策我們也猜不到 政府也是一刀切 始終已經有萬多輛車 而且很多買電動車的人 不只只有一輛車 但這是一個轉換的過程 很多人沒有信心 會覺得 有沒有電用 沒有配套 Range比較低 我真的有機會要拿出一輛車 但問題是 你又要想 一個人是不能同時駕駛兩輛車外出 為何你覺得這是一個很充分的原因 我覺得政府很多很多原因 都不是很充分的理由 去消滅電動車的免稅優惠 當然背後有很多不同的利益關係 就是油站 或者有很多想配套的東西 不肯定 不能夠拆拆 當然 我覺得 既然做電動車 或者對環境是有愛的 或你希望這個世界好一點 其實電動車是不能說的了 而歐洲部分 他們這麼注重環保 他們都會去轉用電動車 但都不是全部 還有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有些時間 還有很明顯 我想人類是不可以唇鼓勵 都有一些不同的限制才可以 還有令他們通 有些迫於無禮 又好 怎樣都好去選擇 我不排除有些真的很有心去買的 但我相信暫時看到的比例 未必會算很高 好嗎 你這麼多的車主 都是電動車 你的意思是問 他是為了環保而買車 多不多這個比例 多的 都很多 因為之前我們有些會員 基本上是 沒有TESLA 還沒買的時候 他們買了一些便宜的 那些 即是那些里程是很低的 可能他們出一次 又新界出一出來 九龍 回回去 就已經要充電了 鎖一塞車 可能你在中途 他都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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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些很堅持 而且那些車是沒有快重的 哦 就是只可以充電到最最大 一個小時三十公里左右 那些真的很有心 他出來之後 有時候要停車 在商場上 休息兩個小時才可以 但是比例是多嗎 這類的 這類的就不多 但是很多人都說 他的 intention 都是為了環保才買 都覺得 不如環境好些 但我負擔不會重了很多 當然負擔也重要 如果你的 cost 太重 那他都很難有有因 如果要八幾二百萬元環保 就很難 不過接下來 還要停掉 就是說接下來要開快 是 對 很多人都想有環保 大家想回想 其實是要回收 這是真的 我想要很多政策 很多事幫忙 很多事是很簡單 就已經做到 是 那相對的誘因會大 但剛才說過丹麥挪威開始成熟有十多至二十多個百分比 都已經是電動車 那我們的充電部份的服務會是怎樣 每一個車位都已經有發展成熟的情況 又未去到這樣的 但例如街表有充電 這個是香港不會有 而且居住的環境不同 居住的環境是居住 那每個社會都已經可以做到 是的 香港是一個挺難攻克的城市 因為業權分散 我們是一個立體的城市 因為外國很多都是平面 而香港就是向上分散 變相在安裝上 我們集中性上是比其他城市困難的 所以這個是和其他地方最不同的地方 就很難說可以直接去比較 但政府在不同國家裏面 在安裝充電器都有一些資助 唯獨香港政府是不肯做的 我們都有提過 跟環保處開會 跟不同的界別開會都說過 例如美國 在加拿大每裝一個充電器 是有幾千元給回來的 OK 但香港是你要買車 那你就想好它 它只是這樣說的 錢分不到你到這裏 最近放在教育上 不分好你的錢 教育上剛剛才有 是 新政府嘛 因為剛才你說過 比如說外國是平面 我就馬上想了 其實香港通常住在新界區 或者比較平面的村子 那些朋友可能對環保的意識會比較強 或者那個業權又容易處理 會不會你們都比較集中去那邊 會不會做這個情況 我們會跟一些業主去推廣 但是城市裡面的減排 其實都很重要 很嚴重 所以這個是我們都很想去嘗試 但我們都不清楚會不會成功的一個地方 但是環保的理念 不是在乎它易不易去處理 而是我想整個城市的人都會參與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我們公司 不會刻意認為那些特別容易 我們會整個城市都進行推廣 因為我之前就在聊 一會兒知道市場 其實好像你們這些公司 都是只有一隻手 收得完的數目 還有一半應該都是大財團的支持 你們和另外一個比賽者 都是年輕人很熱血地去搞公司出來 其實有沒有遇到一些什麼困難 這個就是新興的行業 就是做這個電動車電池部分裡面 困難就是技術方面的困難 因為這個 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不斷去找一些適合用的充電器 我們開始是打算直接買這些充電器回來的 但是其實適合我們使用的充電器 就真的不多 市面上 可能你去買一些很窄牌 或者很奇怪的大陸那些品牌 別玩了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是研究過 比對過之後 發覺都是差一點 然後我們就發覺 不如我們其實 看完機器的內部 我們自己去 尋找 或者自己尋找回來 那開始慢慢就會越懂越多東西 因為之後就會知道 其實原來這裡有拍攝的東西 是怎樣拍攝的 其實這個是很大的困難 因為很有趣的 可能觀眾聽到現在 就覺得他們兩個應該都是讀工程 或者讀引擎 或者是相關類型的東西 但是你們兩位好像不關事 不關事的 你在做什麼 我做生意的 有不同範疇業務 這個是在我買了車之後 就想到的東西 嗯 你呢 我是一個普通的IT狗 經常提供一些很有用的資訊 所以我現在就是 負責這些軟件方面 做一些軟件方面 後台方面的東西 所有大電量的東西 全部都交給他做 硬件的東西 因為這方面的東西 我真的不太熟悉 他經常可以把車子 又拆散 又安裝 又不知做些什麼 他經常去改 你的興趣是拆車的 對 什麼都拆的 拆到東西我都會拆的 男仔 當然不拆得回 是 你又不是被拆的 可能你不用拆得回 但是你有興趣拆 因為你基本的生意 是真的要拆解好這件事 不是說我拆了 要拆別人 而是可以看看市面上不同的東西 如果產生了問題 究竟是哪一部分出現 而令到我們不會再出現那些問題 其一 其二就是 其實這個行業 很多人都是摸索階段 是 這個真的挺新的行業 我們會有我們的意念 也會去看看現在失敗的例子 或者一些成功的產品 究竟他們的地方在哪裏 令到我們的產品 避免一些很嚴重的意外出現 也是保障大家安全 也會令到我們的品牌成功之一的要素 我知道你們公司一年到 即是新公司 但其實在這一個電動 即是電池這個行頭 首先講香港 發展了多久 香港2012年 第一批車 再早一點也有些很 即是去日本那些車 即是在這裏去機場 現在斷了氣 即是機場都去不了 其實那時已經有的 政府是94年開始 免電動車車稅 其實電動車不是一件新鮮事 但令到可以應用 是近這七年 七年多 牽涉到兩輛車 那時也未必有那麼多 即是充電的部分 現在電池這件事 即是充電這部分 即是充電這部分 才衍生這個行業 都是十年不夠 如果電池 即是不說電動車 因為電池配套 有上下人用 你才會衍生配套的東西 即是變成一個相對地 大家了解 真是幾新的行業 相對地 那就好了 香港十年左右 即是樓下 世界上都是很新的事 電動車不止這個時間 但外國的充電發展 電動車會是再早幾年 但香港不算很落後 不算很落後 因為Tesla這家公司 從03、04年開始研究第一輛車 外國會做香港一、兩年 從2006年 從2007年開始有它的產品 香港其實都說的是 2009、10就會出現電動車 那它慢了 是慢了 但已經慢得少了 慢得少 而且你也知道有分左行猶太 香港是猶太的 在世界上猶太的地方比較少 正常落後少少 是正常的 正常的 所以香港也算快 不過香港減得很快 優惠 這個零計 沒有辦法 政策我們沒有辦法 控制得到 但聽你這樣說 這個行頭又新 全球都很新 你們摸索都很正常 相對地 會不會這樣說 因為就是新 以及你們都是其中一份子 即是說 你的業務除了香港之外 如果做得好 是否有機會 其他地方 都會是你們大展拳腳的想法 是的 有這樣想過 因為我們想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困難的市場 嗯 即是不要說我現在拍 其實什麼都很困難 可能有些新軟件 或者一些網絡 那些電子錢包 這些東西其實都很困難 都很難退 在香港 因為人事啊 或者可能那個 市場的問題 還有法例的問題 這樣 我們就希望在香港這個地方 接受很大的挑戰 我們做一個微型的縮板 我們做好我們的Demo 或者是一個Phototype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複製 去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市場 都可以用得到 但其實當年去到外國市場 要稍微轉一轉 那些是小事 你有個底子 然後再轉 我們要先證實了我們那個idea 我們是OK的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發展 你們現在那個進度去到哪裡 即是你證實了 現在進度一年左右 譬如市場接不接受 又或者是某些部分裡面都順利了 那會是甚麼部分 現在我們就在做測試 未正式拿出去外面 是去賣街的 因為我們要 我們那個安全性擺得很高 那我們要長時間測試 那我們就 當這個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有一些點可以給大家公眾使用 那這一刻呢 就 未可以完全告訴我們 對方在哪裡 因為我們也是有些東西在磋商中 明白 明白 然後 然後去到這個之後 我們有一個樣板 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國家 發一些宣傳單章 或者一些資料出去 可以邀請他們來看我們的試驗 然後可不可以放在外國他們用 那我們也是希望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那預計多久 真的可以給香港人試 我預計今年年底 買今年年頭 那就可以用了 那 產品其實都 硬件上 其實都很快可以看到一件東西出來 但是軟件呢 軟件 軟件 這個就 因為我們大概十月份 就開始要做點展覽 是 所以十月的軟件 應該是 基本的 feature 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之後就會不斷地加新的feature 就是基本的 一步 直到我們 有部機裝在這裡 應該大家可以用 部手機 拍一拍 或者scan 就可以開始充電 然後也可以收到一些 不同的訊息 就是完善 但可能開頭提供的資訊 會比較少一些 因為我們都要收集一些 用戶的數據 以及使用者的習慣 才可以準確推選一些結果給大家 所以這個是一個過程 不能說我們公司可以一步到位 就像Google地圖 以前沒有那麼多資訊給你 你看 你都一定有不同階段的 是的 但現在我找了一間餐廳之後 他告訴你 這個時間應該會很忙 這個就是我們時間推移 可以做到的結果給大家 嗯 我就很想了解一下 你們這些創作公司 還要是抗炎 那麼幫助 除了車主 都幾大部份 香港很多人都有車 另外 又可以幫到整個環境 那有沒有支援 又或者是基金 又或者是任何的東西 幫到你們 我們 支援基金 有的 我們就不斷地申請 寫很多 寫很多 提案 不斷地丟 但是其實 也都感覺到 其實那些支援 不是真的可以解救你出來 因為可能他們只是給你 小部份的支援 但是其實那些是避免不了你很多東西 譬如租金 設備 避免不了很多 但是你 原發開支 對 因為你又不是 特別科學員 或者那些 那麼大支援的地方 其實他們都 不是給很多東西 蘇馬說 每兩個月是會有的 但是 但是 省到租金 還差很遠 是省到租金 但是 例如他會給10萬元 但是他會是 一萬一萬這樣給你的 但是我怎麼交租呢 還有你10萬元 你夠你的研發 因為你們這個 這個project 因為實在太多關於 機器 要研究 甚至乎你要 嗜好這件事 可能都很貴 那個東西 你做個版出來 10萬元 真的不夠你私人獎 我當你一次就給了 可能會好些 但是 一萬兩萬這樣給你 是 就很難 之前的佩地基金 有沒有申請 這些還未申請到 因為我們可能要等 剛好他們開始 可以申請 因為現在還未到 他申請那個period OK 因為他每年幾個月開放 但是還未到 所以要等 之前有嘉賓說 應該這段時間 香港政府裏面 有九個單位 可以再有些基金可以配對出來 25萬元 是的 那半月已經是接了 我才知道 就有幾個 就不知道你能夠合不合 這是其中一些 給青年人 可以做一個新的生意 可以申請的基金 當然還有其他類型的基金 如果有的當然會好些 但同樣的 都在說剛才的問題 要不就逐筆逐筆 要不就要先付 要不就要先付 之後再付錢 對於初創的朋友來說 在資金上有些挑戰 這個是 還有香港的 初創的資金 很喜歡給Fintech 對於我們這些 其實可能 解釋很久都未必明白 是甚麼 我也明白了 你剛才說了一會 這不是這麼難的 可能感覺上 純軟件那些 好像回報時期快 但是你這個好觀性 和長遠性 都很ok的 對 燒很多錢 long running 對 因為坦白說 你電動車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當然是幾快的事 幾快是完全用完 但是這件事 慢慢慢慢都會進行 充電是自然最重要的 只不過是未這麼快 去到 好像人人有一步 在左近的情況 但是我們這個行業的特別地方 就是 我們前期提供很大 是 所以我先問為何分定的問題 對 所以對於一些投資者 都會考慮 是 給一個這麼大的前面 那是否一定可以呢 是 這也是一個他們會考慮的問題 我知道 我想這樣說 如果是普通 就算沒有很大車 這些概念 正常想這件事的需求是大的 可能就是考慮你們的東西 行不行 是一件事而已 這個大的行頭 其實就不會差很遠 相對地 加上你譬如說很多的品牌 Tesla 之後有很多品牌 都陸陸陸續續會出的話 其實看到市場上面 亦都有很多 雙人 又或者是一些 即不管市民 只要真的對環保的興趣 甚至新的Generation 你都 suppose 他們都不會用回舊的車 都會用一些新的電動車 其實這件事是有效的 只不過是有多有效 而且在你工作之前 你們仍然生存與否 這個我們之前都見過很多 那些不同行業的創辦 創業人 他們其實都說 其實你生存到 你撐得到一兩年 其實就差不多了 他說現在那個行業 容易做了 為甚麼呢 因為那些人都死了 生存到 做得到 那你的行頭 應該暫時未有人死的 是嗎 我們當然是要 在未有Funding的情況下 是要努力生存 也要做到我們的事情出來 嗯嗯嗯 但是現在繼續 其實這行很多人真的很想試 正常 一般人想是 我的前景真的很好 我個人是收到很多電話 不知道一些某公司想嘗試做 就打來不定問我拿資料 那 他問你拿資料 跟你合作 還是 想抗收一下我們協會 啊 去幫他去做 是一個這樣的公司 是的 但是 其實這個就有難度 因為我們第一 沒有收過錢 但是我們是有 其他工作要做 是 但是我們 亦都不可以幫他 不斷去推廣他的業務 那麼多事情 當然 是的 不要說我現在有這個事情 因為之前沒有的 哦 這個是告會之後的事情 是的 所以我們很清楚很多人想進來 但是 很多很多人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或者知道自己想做些什麼 其實 想著買一台充電機回來 裝上場就用得了 其實不是這樣的 那這個好像很簡單 過度很簡單 對 而且你說買一台充電回來 他是自己用的 他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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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算裝在平衡場上 他打算幫人裝 裝完就OK 但是其實很多事情 就是 當你在這個行業裡 久了 其實都會知道 多了很多 原來不是那麼簡單的 當然啦 安全等等事情 還有你當擺一台充電 我收錢 就不會這樣做 現在很多 我們剛剛來 或者之前拍車 你充電 你插進去 其實它是沒有電的 那你要怎樣 打個電話 然後你說 我要充電 你下來幫我開 然後有SS卡 難怪這麼鬼 你一般泊車都夠了 還要叫人幫你開電 很熱烈烈的 剛剛我們一起去 我們泊車 我泊車 我泊車 我昨天真的沒有電 然後發現原廠上面有個電話 你管理員下來 把你鎖一下 是特別某些地方 還是 很多地方 都怕你的電腦 其他用都 因為它那個東西 裝上去是沒有連網 因為可能他們自己的大廈 進來 就放在那裡 給公眾使用 他們就沒有連網 那你就沒有辦法 一定要找些人過來 幫你開機 不可能是 自動 或者你的用戶可以開到機 所以整件事的部分 很人 不能夠很電動 很電子化 很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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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叫 然後才下來 都很緊張 我們很想普及 很想改善這個情況 剛才我等了三個字 但下面是33度 或34度 沒有封的 焗到熟了你 對 因為你很實在 你想想在一個停車場 已經有焗 然後還要打電話 給一些慢慢走下來的朋友 每個地方停車場的朋友 才幫你再搞 都很麻煩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個解決 為何想改善這件事 令到這件事 不會再在其他車主上出現 令到其他車主覺得 電動車不麻煩 原來很好 這樣便會普及 而我們多了電動車 在我們做新的生意上 就可以運行得到 而且容易有更多的客人 或者更多的 end user 去選用我們的服務 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兩邊都要配合 因為我知道你們的生意部分 除了剛才說了一個 簡單點來一塊東西 我還未形容的是什麼 這是其中一部分業務 另外一個業務 就是幫助車主 有些配件 可以令到他們更容易 用到你們的服務 也好 或者用到其他的插頭 你這樣說 容易些充電 譬如說 剛才說過 長腳長身的線 不是插上去就可以 中間有個電壓器 或者電腦板 其實電腦板 跟車的溝通 那條線其實我們都會做 因為都會付 因為不是每個車 跟車就會有這條線 可能他都要去上網找 因為香港 你說隨便一間車廂店 是沒有這些賣的 他可能要向外國訂回來 或者在原廠買回來 原廠車不是應該有套餐 可以給到嗎 因為市面上太多插頭了 另外各國色色 有歐洲的標準 美國標準 然後有些日本標準 其實他們很難賠 很難賠 車廂都未必齊 又或者有 但可能是一個很貴的價錢 因為他說 這個沒有貨 要訂回來 要賠償的時間 一來很久 二來是 原廠配件很貴 很多車主都覺得 買一條電線 為什麼要五、六千元 六、七千元 買一條電線呢 但原來我們有 我們自己品牌的三連線 是給標準安全 一定沒有問題 適合你的車用 可能是三分一價錢 或者一半價錢 何來而不為呢 我們有賣到我們的產品 而其他車主又可以買多些 是便宜很多 而且快很多的服務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業務 因為聽說有些錢 真的好像手機 充電一樣 每一個品牌的手機 它都有獨特的 充電插頭 變了很多廢物 因為幾部機 有幾個不同的東西 其實會不會政府 他們差不多 或者外國部分 他們有一些萬能插頭 什麼車都可以用到 它又不叫萬能插頭 外國在做標準法 整個歐洲 用同一個插頭 美國整個美國 用同一個插頭 香港很貪心 我知道 香港有四個標準是可以用的 歐洲、美國、日本、大陸 四個標準是在香港並行的 裝任何一個都是合法的 就不像插頭 如果插頭 裝兩腳就不行 不行 電動車暫時沒有 我們協會在推動 統一 政府其實都想統一 因為歐洲是主流標準 大部分都是歐洲車 而日本有日本標準 但是為數沒有那麼多 現在主流電動車比較多 去香港用 都是歐洲 或者Tesla Tesla Tesla就是歐洲標準 所以政府都是比較適合歐洲標準 在政府情形 裝新的供電器 都是以歐洲標準為主 第三個 你認為有些solution 可否又分享一下solution 這部分是怎樣幫到 車主或者可能是一些 安裝的商場等等 剛才他說過 現在可能有些商場 電池 進去只是貨易 就足夠你裝三 或者兩部充電機 那你呢 第三部車去到 你會看到要排隊 其實我們希望的就是 裝到最多的充電器 在那個停車場 然後我們會分流 將它分給一些 用車 譬如說我是12點進來 我想8點才走上班 那我們就會知道 我們備少點電給你 但是你去到8點拿車的時候 仍然可以充到最多的電量 其他車後車進來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有一個比較高的priority 他們有一個高流一點的充電方式 這個是一個分流 令到一個停車場 可以裝到最多充電機的方法 我們想到 所以我聽你們這樣說 如果理想化地 你們的東西全部做到的話 應該就真的好像平時我們出街 插電話 除了自己有之外 找個地方已經可以插完 很方便地放下它 至少會增加了大家覺得 插電動車的方便 還有更多人轉車 環境真的會更好 這個真的十分之重要 希望你們的計劃 能夠順利 可以令到 首先我們香港的車主 可以受惠 就是所有地方都很方便 就可以插到電 還有可以在手機 就可以知道 車的插電器 還有哪裏有這個插電器 今天謝謝兩位 和大家分享了 這麼獨特的題目 謝謝你 謝謝你 下次再見 拜拜